结果现在美国AIT 讲一模一样的话 希望两岸能够展开对话 而且讲得更明白 不支持台独 大家所希望的 或者说真理是不迫的 就两岸当然要保持和平对话 才能够是对大局最有利 对两岸人民最有福祉 而最好的沟通方式跟桥梁 就是支持跟坚守九二共事